主席是不是请一下部长 高部长请 不然等一下直接上台 谢谢 林委长 部长你好 这个我是针对这个袁绪刚 彭少景委员的 对救灾的这样一个询问 我是认为国军能够做的都做了 而且很不简单 我认为全世界都很少 像我们国家这样子 一个天然的灾害 国军投下这么多的人力污吏 在那边帮忙的 大家是很少 而且想想官兵是非常的疲倦 非常的疲倦 所以我当时呢 我当然什么事都不可能一百分 可是我认为国军已经尽了力了 我觉得我们有义务 在这里 其实要赞美国军 那我是老实想请教几个问题 你如果觉得不方便回答 你不回答我也不会介意 我现在师徒问 就是这个AIT的班师处的处长 他最近接受平面媒体专访的时候说 针对美国是不是会出售F16战机 给中华民国 他说华府跟台北对这个案子 有不同的看法 我想请教就是说 所谓不同的看法 是不是表示美方反对 而提这个是不是表示 这个是新案呢 F16CD的新的采购案 还是说性能提升案 也有问题 这个可不可以请 这个部长做一个说明 而且这算不算是 美国国务院也好 美国国防部也好 美国政府深思熟虑之后 打算透过师徒文的这样的公开的访问 对我方做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回答 还是师徒文只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他个人的看法 我们最近相关的接触 我最近去到美台商会回来 最近我们副部长又去开会 所得到的讯息 虽然不能够做完全的确定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他个人的看法 那府里面对跟我们国防部的政策 我们还是极力的争取这一项武器装备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不是性能提升案 比这个新增的这个采购案要容易一点 我个人觉得 当然这两个案子 应该是分开来说明 这两个案子都有它的必要性 当然这个F16CD的问题 比较牵涉到政治层面的问题 那么美国目前在太平洋地区 他要表现他自己这方面应该展现的一些问题 跟中共之间政治上的配合 当然我想在获得新武器装备是比较困难 但这问题他们也没有给我们正确的答复 现在仍然讲还在评估当中 我觉得我们还是等他最后的评估结果 在座最后的这个说明会比较正确一点 最近有一个这个中科院的这个间谍案了 就是黄正安这个间谍案 那黄正安是被判处 尤其徒刑八年 持毒公权五年 至于在中间穿针引线的 这个女间谍林伟 她是因为被判处了七个月 然后又碰到减刑 然后最后还可以一颗罚金这样 你会不会整个来看 就是说这个案子判得太轻了 或者说现在的我们的法律 对间谍案的这样的一个处罚 这样的一个罚则太轻了 因为我们了解像美国 号称全世界世界的这个民主 先进的民主国家 他对间谍案的这样的一个定罪 是非常严厉的 而且他不管你这个机密 是要泄露给哪个国家 他的那个手 他的罚则都是相当相当重的 这个常常都是十几年 二十年甚至终身监禁的这样 所以我部长我要请教您 像这样子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法则 你会不会觉得太轻了一点 我们该不该 国防部该不该建议 对于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间谍案 这样的一个泄密案 的行者应该 应该要提升 提高这样的一个处罚 特别针对所谓的情节重大者 加重其刑 这样的文字该不该加进去 否则以目前的法则 大概就只能够判这么多 可如果我们有一个地方讲说 这样的意图泄密 给外国 因为有意图跟非意图嘛 对不对 有一次不小心泄密了 可有一次他是刻意他就是 想当间谍一样 这样把机密卖给这个外国 然后赚钱 那这样的情节 尤其有些是情节非常重大的 部长赞不赞成 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应该你应该要建议 这个政府来修法 然后要这个加重这样的一个罚则 我非常尊重这个委员的这个看法 这个对我们基于我们自己的保护 还有我们自己 关于我们自己在中科院 工作同仁的这个纪律问题 这是很好的意见 我们会请军法单位啊 做一个参考 适当时间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 来建议 而且我觉得这不是针对 哪个特定的国家 我是认为一体试用 像这个黄真呢 他一下子卖给中共 一下子卖给埃及 我说不管卖哪 卖给谁 我觉得这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国家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研发的计划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我认为国防部 应该要谨慎的 要立刻找这些军法官们 召集他们 甚至可能加上民间的律师们 大家共同来沿拟一个草案 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修法 来加重刑者 来确保国家安全好不好 是我们非常尊重 但是也要说明看 要看他的案情了 到底有没有泄露 如果确实泄露 或者是他并没有泄露 他的量刑也不一样 这个我们会请军马单位 向委员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OK 另外一个想请教一下 这个迅海号的问题 这迅海号是双体船 这个双体船 我看一下海洋拉拉号 8月的时候在台中近海 遭受风浪袭击 就是船身 就是损伤得非常厉害 那现在我们这个迅海号 也是双体船 那我们有没有做过实验 究竟可以在台海这样的一个 算是风浪蛮大的海峡 它能够承受多大的 多少级的这样一个风浪的 这样的一个打击 那我们有没有做过研究 因为中共自己有双体船 我们的双体船 跟它双体船这样的一个比较 我们有没有信心 我们的值 我们的那个quality 我们的值会超过他们的值 因为这个一投资 就是很庞大的一笔钱 那目前正对这样一个案子 目前好像是缓练一年 那是不是要继续执行还怎么样 传委员报告 这个案子海洋拉拉号发生以后 我也请海军做个研究 到底我们的双体船 跟海洋拉拉号有什么不一样 实际上各国还有没有更先进的 像美国现在有一种三体船 三体船 这个详细的部分 他们初步给我讲 说我们这个当初的设计 材质可能都不太一样 详细的我请海军参谋长概略 给你说明一下 李参谋长请 报委员 举凡造一艘军舰 它跟商船有很大的不同 造一艘军舰 它经过的各种试验 模拟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些工作 我们都会很审慎的去做 所以一艘军舰的结构 绝对和一艘商船不一样 至于说我们的船 是不是能比中共的 现在22型快顶状况要好 或是坏 如果说我们造的船 还不如它 我们就不要造了 我们一定要比它好 一定要符合我们作战需要 所以说 至于说 今年没有编预算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现在 把过去整体 再从建案以后的资料 需要做一个整个的 回馈与反思 那么把整个程序做 把整个程序做完 能够获得一个最佳选案 大致是这样 如果再需要欺负资料 我们愿意到委员办公室来说明 我时间到 但我最后提醒一下 就是说 我们这个台海的周边的海域 台湾的周边海域的海巷 一年大概有300天 风力是在6级左右 你知道 那我们不仅要在 常常在6级 甚至比6级还大的风浪里面 来操作 而且 这个里面还包括飞弹的发射 你可不可以正常发射飞弹 所以我当然对海军 这样一个深重的态度 我认为是对的 因为你如果造一条船 以后出现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对海军是个重创 海军好不容易慢慢要走出 拉法伊的这样一个阴影 开始要进行 比较大规模的造舰计划 可是如果这条舰 军舰造出来 这一型的军舰 那个飞弹快点造出来 又有问题的话 那我担心海军 对海军的尸气 又是一个重创 那我担心海军的尸气